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大家好 非常欢迎各位点选这堂课 这门课最主要的是介绍CMOS IC的设计与布局 我是吴绍茂 现在服务于原汁大学奠基系 首先我先简单自我介绍 我的研究设计主要是在IC设计 那其中主要偏重混合式设计 而过去所经历所做的专题和研究的方向 主要偏重在所向回路 还有AD、DA转换器 现在则偏重电源管理IC及RFID的感测器的一些设计 今天我们的课程主要的分为几个重要的项目 第一我们会把IC设计的方法为大家做介绍 其次讲到正题的时候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半导体以及PN界面 一旦了解了这个之后 很快的再为大家介绍半导体制成 以及半导体的晶圆厂如何的来制造电晶体 以及IC电路的制成 这个时间我们不会花太多 而主要的是为大家铺路 为的是要大家了解到以下的重要课程 其中的就是接下去的布局 还有一些设计规范 这了解之后 我们会再介绍MOS MOSFET 电晶体 重要的特性和它的结构 随后我们会介绍几个重要的基本电路和逻辑 首先就介绍Inverter 是所有IC电路的逻辑闸 了解Inverter之后 随后我们会介绍组合逻辑闸 在这里面我们会介绍组合逻辑的结构 以及操作的原理 以及在IC设计上面 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会介绍系统的布局 它的放置 以及绕线等等 这些重要的课题 这就是在这两个小时里面 所要为大家所要涵盖的内容 当然一般的在介绍IC设计的课程 至少要30到50个小时 另外再加上一些实际的操作 但是这两个小时之内 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大家有个纵览 了解IC设计的一个概况和全貌 让大家以后在深入的了解后 有一个基础 接下去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目 当然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参考书非常的多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三本书 以下主要的内容所采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IC设计的一个纵览 要了解一个电路的设计 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数位或是类比系统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叫系统 根据上面所写的定义 一个系统简单地说 就是一些物件的结合 而物件之间 彼此有一个连结和关联性 比如说 手表是一个系统 电脑是一个系统 里面的CPU也可以当做一个系统 只要是一些物件的集合 达到特殊的功能和目的 就可以叫做一个系统 在IC的这个领域里面 又将系统分为数位和类比系统 什么是数位和类比系统 很简单地说 一个系统处理数位讯号 就叫做数位系统 处理类比讯号 就叫做类比系统 所以今天我们判断一个系统 到底是数位还是类比 很简单 我们只要知道它处理什么样的讯号 就可以判定它是什么样的系统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什么叫做数位讯号呢 什么叫做类比讯号 有几个重要的定义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所谓类比讯号 它在实域是连续的 在它的大小方面 是无限多个可能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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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